大家好 今天5月16日星期四 股市在買盤不斷支持之下 又再創今個月及今年的新高 而且成交金額更加突破2000億 待會再做分析 先看看今早的市況 早時行市先是高於189點 去到19262點 之後有少少拉鋸 一度低見19114 但股額並不明顯 加上主要成份股 恒指成份股是持續上升 結果將指數一步一步拉到19442點 這一刻相對 這個星期二來講是升了369點 可能升勢比較速 結果大部分時間的市況 都處於一個拉鋸的狀態之中 最後恒指收在19376點 仍然是升了302點 成交金額很厲害 2048億 如果根據過往成交金額 是走在指數的前頭的話 即是說 技術上更加高的指數 應該可能仍然還在後面 好了 五月份的市 當然只是先低後高 指數是由2號的低位17740 一直升到今日暫時的高位19442點 其實 這個月的波幅已經擴乏到1702點了 至于由16,044点开步 今天是4月19日的低位 一直升到今天的19,442点 期间来说指数更加升了3398点 其实这个升速是很急的 不过再看移动线 恒指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而最高的移动线就是十天线 现在在18,710左右的水平 很简单说 指数只要一直站在十天线上 就可以继续温收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技术上、形态上是属于一个逐市顶的格局 早前跟大家说了 在18,000多的时候 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 根据上一个浪跌得7,9802点算 如果市是反弹跌幅的0.618的话 是有机会见到19,679 以19,679 距离今天来说是只有2、300点 以成交金额去到2,048亿计 其实市场可能仍有机会试一试这个高台 至于后组能否挑战2万点呢? 一直都是在看成交金额 因为去到现在这一刻来说 成交金额将会是主导一切 有足够的资金、足够的动力 市便不断向上推 如果成交金额稍微有少少放慢的话 亦都意识着 大市的技术上的走势 可能会在高台有少少的反复了 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主要成分股好像是逐渐逐渐向上推 汇控除准了之后 股价又回到70元作坏的水平 其实现在仍有一个回购在进行 即是说股价仍然有机会稍微再推高一点 新经济股当中 腾讯来量力去到400元 美团也不差 1、8、20多 咬住高台 唯独是巴巴现在仍然有少少慢了一点 不过我看回 不要说业绩负不符合市场预计 巴巴现在的估值大约11倍 作近的市盈率其实是不贵的 会不会有些稍微迟一点炒下落后呢 不要忘记巴巴行指成分都占8% 不用多了 在现价稍微推高一点 见一见 15元这样计算 都不是很过分 只是几元而已 指数已经可以试到 早前我刚才提到的高位 19679 不过考虑到市真的涨了很多 任何短线的部署 真的在扣安全态 你可以继续向上望 但是万一不对板 自己可以承担多少风险 自己就最清楚了 大家好 今天是5月16日 星期四 股市又在进一步创业 这个月跟今年的新高 尤其是主要的难筹 还是一直一直的做好 结果整个股市就不断往上 是更高的指数 等一下再分析 先看看今早的情况 恒生指数早段先高开 189点到19262点 曾经一度少为有一点点的反复 而低见19114点 可是由于孤雅并不是很明显 还有腾信 美团跟汇宏 这些主要难筹 都出现一个稳步上升的势头 结果指数就在主要难筹 拉动势下 一步一步上升的午后 已经见过19442点 在几分钟大概三点左右 当然今天的上升的波幅 曾经一路有369点 好了我们看看 五月份当然还是先低后高 指数还是从二号的低位 17744点 上升到今天下午的高位 19442点 等于说 结果的波幅已经有1702点 到底指数会不会经济步往下推 当然我们要看成交 可是现在的成交还算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是主要难筹 刚才提到的 还是一直一直的往下推 所以变成来说 指数很大机位第一个目标 就相上是19679点 这个是什么指数 大家应该记得 恒生指数从去年1月29号的高位 22700点 一直跌到今年1月22号的低位 14794点 等于说 在一年之内 指数已经跌了7906点 股市要是要反弹 这个跌幅的0.618的话 目标第一个就是19679点 要是指数能够上升到这个水平的话 在那一分钟指数可能会称机位 条件2万点 这个大关 最重要就是成交方面能不能够配合 而直到目前为止 股市的动力还是不断的增加 在动力配合之下 整个不断冲高的走势 暂时是很难改变的 尤其是移动线方面 现在的表现还是很稳定 第一 指数还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而且现在指数距离那个10天线 大概18720点左右 还是有一段比较远的距离 也很简单说 指数要是能够稳守在10天线的话 等于说可以稳守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昨天前天应该提到 10天跟20天线已经是升破250天线 出现这个情况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股市的上升的势度比较明显 而且上升的周期也比较长 所以才会把10跟20天线一直拉上去 从而是升破250天线 现在有看另外一组平均移动线就是50天线 大概在17136点 由于250天线现在大概在17652点 所以50天线要升破250天线 我想还是需要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 暂时不容易看到 可是照目前的部分来看 的确是有一个可能性 好了 股市从10月19号的低位16,044点 开启的上升 到今天下午的高位19,442点 期间来说 其实已经上升3398点 所以在不断往上看 同时也应该做好一点点的风险管理 毕竟2万年大观支持 可能股市还是有一点反复的 这个大家要留意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小铃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大吃 有点 感谢 李宗盛 小铃 不是 大吃 不 小铃 creature 幸福 小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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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铃